大家好我是追隐,登巴大战又开始了 这局登神用轻手发对抗巴三越的大门 全主力对抗的情况下,双方依然是五五开的 因为双方谁也不知道在实战之中谁能占得上风 因为他们对对手的套路实在是太熟悉了 只能凭借运气了,然后凭借猜招反应速度 来决定比赛的胜负 后面,头上不中了,只要能连到双方都没有什么失误 跑过去去手天地反 但是这一套不足以把登神带走 巴三越只能再套路下一套没有套路到 被登神跳了起来啊 其实跳起来的话还是躲过的几率很大的 大门一般剑神都会使用一招超大外哥 跳起来就可以躲过超大外哥 现在大门接一手天地反 剑神头上浮晕了 晕掉以后啊,大门再次跳第一脚灯塔结束 好的,现在来到下一局 下一局来看登神下一个特瑞 登神今天还是有板翅梁手底 因为打这种局的话 没有板翅梁绝对是打不了的 现在轻手两点天地反很快 哦,近身超大外哥 大门近身再来一个后撤cd 跳cd,中了 跑跑过去下反两点 抓没抓住 特瑞还是一波攻击攻了过来 看大门再抓防守 刚cd,近身反升位 轻腿压起身,轻手两点 来吧,轻手 天地反又来了 近身头上浮一下,两下 超大外哥走 然后接一手蓝之扇 过瘾 这一手蓝之扇 已经让登神扛不住了 登神只剩下最后一个板翅梁了 最累板翅梁又是即将上演 他最累的操作 等等看登神的最累板翅梁出马 板翅梁先做好一个防守 大门这就跳地就压了过来啊 板翅梁发波 怼一下,再怼一下 哎,板翅梁爆气了 爆气之后发走攻击 飞翔脚直接龙虎乱舞上了 现在八神月升血不多 板翅梁直接一手塞地 直接带走 接着看下一局 八神月下一个不之后 第四个回合 看不之后这局如何打 不之后是直接爆气 夹一下 飞翔脚来个波 不之后还想再删一下 但是他已经没有机会再删了 波啊,升龙 飞翔脚砍刀手砍刀手 并没有接龙虎乱舞而选择投一下子 你不动我就再投一下子 哎哟 强反交了 强反交了以后板翅梁 哇,后路基本就没有了 自己把自己的后路给堵死了 但是板翅梁又确认到一套 直接没了 八神月现在也比较喜欢凹我 但是也很难凹走 第五个回合 八神月的八神来了 八神快速一个跳臂 应对 跳地压起身 中断起手 板翅梁中招了 三十直上八之 呃,这点掉血量不疼不痒 所以说板翅梁并不会抢反 但是这一下就疼了 板翅梁抢反就要出了 又没有了后路 没有后路的灯神 可能要被八神给制裁了 直接超杀 送的起飞 不会给灯神流残血 绝对不会 拉过来有一颗气 让天堂之眼反手 拉葵花 接清云音直接带走 好,八神月现在拿到一分 我们进行到下一局啊 第一局就打的这么刺激 开局就王炸 第二局该怎么打 第二局灯神继续揭壁 这次灯神选择 还是这三个角色 EX模式下的三个角色 现在八神月用大门首发 看这一局还是不是毅然强势 现在灯神的King O 前前被抓了 大门拉一手 紧身 天地反走 头上服再走 大门再次紧身 看你哪里跑 下中角直接把他撂倒 然后大门开启一个连抓模式 紧身下轻角 接手天地反 下地头上服 再来 超大外哥接一手蓝之衫 就差不多了 他没有接 因为蓝之衫也带不走他 衰运多好 衰运之后再来吧 哎哟 板边一滴血 天地反受的上天 结束 灯神第一个King 又这么贵了 而且满血贵了 现在看灯神的特瑞 现身 特瑞先急气 发动一个前前后后的后撤 大门来一手 头 紧身 愉快 没连住 哎 大门直接暴气了 暴气 就退 大门 闪身超杀 他起不来 这样接的话 这局大门有穿三之势啊 真的 跑跑过去 快速来 拉一个 拉一个里头 哎呀 其实超大外哥抓的晚了 突然发现 大门又来了一手 空隙蓝之衫 给灯神 给灯神留的招式还多着呢 看来呢 看来 板翅梁又要提前出场了 哎 紧身超大外哥 紧身来个里头 就这样把他给带走了 接着看灯神下一个板翅梁的 第三个回合 看板翅梁这局能不能突破 大门的 怀抱 啊 站了一圈吸 只能说是突破大门的怀抱了 飞翔脚接拨 再接转了一圈吸 生龙拨一下 跳cd弦接 站了一圈再吸 可以 生龙飞翔脚 生龙砍刀手 生龙飞翔脚砍刀手 砍刀手 哦 一到七十连之后啊 八神月起身的还有机会 起身就拉天地反 这是大门的经典招式 只要距离近 你天地反搞就完事了 因为这大门这个天地反 判定非常强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高手都喜欢用大门 就连我也喜欢用大门了 现在 因为他的拳脚实在是太强了 加上投技 简直无敌了 如果用好的话 接着看八神月的不知火舞 打头阵非常好使 你看他打头阵 很大几率都可以干到 灯神的板翅梁这里 板翅梁三点 飞翔脚砍刀手 青椒点杀 打击头上天 这下打击头还真重了 这个打击头不常出啊 就因为他不常出 所以说他容易重 让对手琢磨不透 砍刀手砍刀手 扔 被拆掉咯 滑铲空 那板翅梁一套带走 嘆 八神月最后一个八神又来了 还是要看八神大战板翅梁 板翅梁这一局能不能反三呢 板翅梁每一场都特别的累啊 先发个波 八神百合着勾他 跳C压起身 板翅梁机会来了 发动一个狐狸生龙 抢反交了 这下八神又先把自己的后路给搞没了 板翅梁 哇 还是中招板翅梁感觉也要抢反了 飞花三十八支女 上 这一套不至于把登神打红血 但是拉过来 如果拉个天堂之言的话 就红血 他不拉 他也生怕登神抢反啊 但是还是被登神给点到了下金角 这下掉血更多了 还不是抢反的招式 登神终于拿到一分了 最后八神 交抢反交的太早了 所以说他非常被动 接着看第三局 第三局八神越接上一笔 八神越的话用谁手发呢 应该还是大门对抗登神这个King 登神这个King啊就没有赢过 这两场还不如换掉游历呢 换成游历呢 换成游历感觉还可以克制一下大门 现在你看又中了 哦大门扔 金神来一手天地反 头上服扔 金神再套路一个超打外格 哎呦 没套路到 哎呀 清拳没有复合起来 但是大门又有头上服 把他顶到了 顶到 那灯神可能就要没了 不会再给你流红血 让你嗅 晕了 最后来一手 震 好KO 接着来看灯神下一个特瑞 第二个回合 看特瑞这局怎么打 特瑞先弹个CD 前前发动进攻 进攻 回手套 后面特瑞进行集气 大灌篮 怼到 来轻角追加扔 扔到以后特瑞继续向前发动一个波 哎 大门 清手 小复合 大门来了 大门直上天地反 近身上到外格 近身来一个蓝志山 漂亮 超杀 超杀蓝志山哦 灯神这个特瑞可能又招不保西了 保不住了呀 角落再拉一个地狱折落 肯定要拉 如果不拉的话 待不走 算着雪亮再打着大门 好 灯神的板志良又要来了 又是这样的 又是一个大门杀到板志良 灯神的板志良还会不会再次反散 都挺累的啊 都挺累的 大门挺累 板志良也挺累 升了飞翔就要砍刀手 砍刀手 砍刀手 又一下 哎呀 起身 大门想闪 就中招了 大门应该是没了 肯定保不住了 接着看八神月下一个抉择 这两个火宝打到一起啊 打得还挺犀利 第四个回合 看八神月的布置火舞 不之后是直击暴气 准备还能干一架 大 哇 这一下板志良先交抢反了 不之后跳起来 轮 飞翔群 狐狸亚中 满气啦 天地霸王拳要不要上 没有上 也没有接龙虎乱舞 灯神一与合围 打击头 那他是准备一套带走 看来 都挺累的 真的挺累的 现在来看八神月下一个八神吧 八神大战板志良 第五个回合 精彩的来咯 这局效果如何 板志良发的进攻 哎呦 机会 前冲 把灯神给打到了呀 三世到角落 底部拉一下 翻手天堂之言放一炮 葵过来还可以再接八之女 哎 八神他没接 反正接了也带不走 还不如不接 保留实力来打下一条 高伤害 跑抓谢风 葵花千云八之女要不要接 必须接 灯神红雪了 拉谢风 你失误 八神瘦了 天地霸王拳中了 那就没了呀 这个失误大了啊 或失误应该就赢了 现在灯神又拿到了第二分 对八神月来说 这局实在是太可惜了 那我们接着看下一局 看八神月能不能再拉回一分 把比分给搞到2比2 哎 这一局灯神又换人了 他换人的目的非常明显 就是让八神月摸不到他的头 八神月的英雄池 就没有灯神这么深了 现在灯神用哈维迪 进攻大门 有没有效果 因为前七的话 利用King就没有赢过 换出哈维迪来 是非常明智的选择 没抓住 哈维迪 机会 利用后撤 骗大门 想抓 机会来了 破中断了 现在灯神的哈维迪 打上一套 挤满一管气 满气了 可以接炮拳 来一方后拳 摔摔摔 再接炮拳 对 就是这样 最狠的一套了 哎呀 大门蒙了 还被掏了一下 再大门一滴血啊 大门没有血了 换出来哈维迪还真有效 第二个回合 八神月的爆炸火舞 哎呀 不之后是直接爆气 现在不之后做好一个防守 哈维迪就发动狂弓 不之后利用他大长腿啊 发动攻击 但是哈维迪的拳头好像更硬 钢铁直男班的硬拳怼过去了 我打爆不止火舞 但是这次不会再挤满一管气了 只能连飞几次 让对手对很慢的落地啊 机会又破防了 哇 一个哈维迪 这是要穿三的节奏呀 八神月只剩下一个八神了 这局是气势完全的一个性反转 但次量也不那么累了 这里看八神月的八神出马 八神发动一个进攻 哎呦 双方总是像这样 机会 这个生龙啊 有点着急了 跳C 大中断 幸好八神又抓到一套 利用他灵活的激动性 八神摆下者 摆他 哎呦 哇塞 这个炮拳好狠 哇 两发炮拳 过岩 七神八神 如果再捞一套 哈维迪就没了 哈维迪还准备穿三呢 还准备穿三呢 穿三 穿 我穿 我穿穿穿 能穿得了吗 啪 大招开腿 感觉真的可以穿呢 防御反击也可以搞炮拳 炮拳打过瘾了 穿三了 大招节肉 没了 三比一 还穿三 挺过瘾的 好 大家来不关注 每天更新